欢迎回到1900财经晚报 我们继续来关注郑锁岁 昨天意外在立法院卡关 而且居然是被自家立委给挡下 总统马英九在今天首次对外宣示 支持行政院版的郑锁岁 而且一定要推到底 要外界不要有任何的怀疑 在下午他还陆续的召集中常委 蓝营立委以及行政院长陈冲 财政部长刘亦如 府院党 那么我们看到是面对面的沟通 那么主要就是力拼正所税 能够在立法院顺利的走下去 邀请刘部长来做这个报告 就是非常清楚的告诉大家 本党是支持这个案 本党要推动这个案 我们没有任何的怀疑 一定会推动 一连强调好几次表达支持 新一赛的国民党中常会上 总统马英九首次攻台表态 还特立找来陈诚部长刘亦如 专案报告要把正所税解释清楚 外界不要有任何怀疑 我们会推到底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这样才能够真的让大家感觉到 政府贯彻量能克税的用心 马总统亲自出马 下午两点拉着刘亦如一起 先从党内国同做起 紧接着五点半 国民党团发出甲级动员 要求所有党籍立委务必出席 服务院党面对面说清楚讲明白 就是要避免前一天立法院程序委员会 胜所税被挡下来的意外再度发生 到了立法院好多个版本都提出来 有不同的版本 这当然是可以讨论 秘厨长或者部会首长 其实都有去跟立法院 立法委员做一些报告说明 尤其是财政委员会的委员 但是我想在深度和广度上 可能还有加强的地方 立法院有不同的声音的时候 我们很乐意希望能够有机会到立法院 在委员会审查的时候 大家在一起讨论 政手税方案 行政部门三位推动的主角 马英九 陈冲 刘一如同时出面喊话 要和立法院多公通 刘一如跟师叔善意 不对政手税法案坚持到底 那么多立法委员 甚至各党团都提出了版本 可见大家觉得说 总是有一些修正的空间 一个礼拜来不是很理想 那这样的紧缩 其实是一个 我们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 这一点当然各位也了解 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如果消除的话 那在亮的旁边 应该是可以恢复的 立平周五政手税 立法院大运一睹 一定要过关 不过就算过得了头关 接下来财政委会 恐怕才是一大挑战 东山财政新闻 环境中午局 SNG小组台北报道